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2月30日 欢迎你们来到明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养育小耶稣 现在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有一位女先知雅纳 是阿歇尔支派法奴儿的女儿 已上了年纪 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七年 以后就守广 直到八十四岁 她斋戒祈祷 昼夜侍奉天主 总不离开圣殿 正在那时刻 她也前来称谢天主 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讲论这孩子 他们按着上主的法律 行完了一切 便返回了加里勒亚 他们的本城纳扎勒 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 充满智慧 天主的恩宠藏在她身上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圣诞节八日庆中 我们听到小耶稣在出世以后 经历的各种事件 有牧人和贤士来朝拜她 有被迫逃难到埃及 还有在圣殿中 被西摩昂认出 并预言她的命运 今天又有女先知 雅娜认出她 并向众人讲论 有关耶稣的事 看来耶稣的生命是注定很精彩的 不是吗 其实不然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圣母和洛瑟 按照上主法律 把耶稣祝圣给上主以后 便带着耶稣返回了加里勒亚 他们的本城纳扎勒 在那里 耶稣度过她三十年的隐藏生活 福音提到 她渐渐长大而强壮 充满智慧 天主的恩宠藏在她身上 这也是上主的旨意 圣母和洛瑟在纳扎勒 为耶稣准备了一个温馨 健康 充满爱的家 让她能够在人格 身 心 灵 知识 才华等各方面 都能健全地发展 在这段时间内 他们为耶稣所付出的牺牲和照顾 虽然没有人看见 也没有人为之喝彩 但是 却为耶稣的使命铺路 换句话来说 耶稣的圣诞庆典 并不在闪耀的庆祝中结束 而是在每天平凡的日子中 继续发展 我们是否懂得如何在平凡的日子中 养育耶稣的小生命 让她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 家庭中 茁壮成长 今天 让我们学习玛利亚和洛瑟的细心 时时意识到 耶稣的小生命 需要靠我们每一个爱的决定来维护 请品尝圣眼 莫想你在纳杂勒圣家 观看圣母和洛瑟 如何养育耶稣的小生命 也在生活中 活出圣眼 你今天能用什么具体行动 养育耶稣的生命 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你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 让我们学会如何照顾你 阿们 这每日圣年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向圣母和洛瑟看齐 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